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二的开市感乐 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今天的表现 内地股市方面没有明显的方向 上证指数现在在星期九一点报3042点 深证城只升一点报10651点 至于互相300指数升1点报3279点 创业版指数跌1点报2165点 港股方面都维持到升幅在这里 升137点报23178点 至于国企指数方面升65点报9603点 这次嘉宾就请来Harry和我们跟进后市的走势 Harry 你好 Harry 看回外汇市场方面 美元就比较疲弱回落 美汇指数今早在亚太区市场的时间 会下来97.7的水平 美元会员都利好商品价格和亚太股市 都有助大家比较关注的 就是人民币指着跌势 看人民币过了一段时间持续贬值 人行昨天大幅低开 中间价是超过220点指 美安价昨天最多跌超过8点指 一到市村16.74这个水平 创了6年新低 看到市场方面对于人民币贬值的忧虑 持续增加 上海B股昨天崩盘 大跌超过6% 相信这个原因 为何会大跌呢 都是因为大家对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 B股那边都是用美元去计价 哈利是否都见到有些资金 见到人民币贬值得这么厉害呢 不断在内地流走 流走可能机会有的 不过昨天其实那个B股崩盘 它叫闪崩 它们叫做 及至于拖累了A股和港股下来 市场又中雪昏云 因为第一件事 如果你说人民币的下跌令到B股闪崩 而令到及至于A股和港股 其实有个下跌趋势 未必真的说得通 因为老实 人民币是否突然间 昨天才开始下跌呢 不是的 不是第一件事 持续有个下跌 究竟有些什么触法 会令到B股突然间崩盘呢 也有些市场人士说 国家有些新规 涉及税务方面 有些可能有些 一部分的投资者要走鬼 另外说到很夸张 又说美国基金的新规 都关于B股市 我们不需要太过去真正去理解 究竟发生什么事 因为本身B股市场 你昨天计算 整个成交只有11亿 一两个盘都可以对得倒 所以有部分资金的正常操作行为 他们可能去到年尾做一些redemption 或者是沽货都可以令到B股突然间崩盘 因为平时我们都不会说B股 市值来说 其实相对于A股是0.08% 所以我会觉得指标作用未必真的这么大 如果你见到这两天 本身B股又开始稳定了 市场不会记得这件事了 但是很多时我们都在想 市场上都会有很多文章 说到B股是否会触到A股 有一个近几近走弱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否代表背后有些资金流走 这个就不需要用B股去解释 其实一直都见到有些资金的行为 因为始终人民币走得比较弱一点 很多钱都在寻求一些方向去 如何都好 Hedge下跌的趋势 所以暂时来看 人民币的汇价 今天的中间价格终于开了 止跌了 但是只可以说是回稳 不是回升 所以要看看美汇那边究竟怎么办 美汇指数要弱一点 你就见到人民币开始会强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持续走强 我们刚才说的12月真的会加息 我认为人民币短线来说 很难会有一个回转 或者很明显的反弹的优势 其实就算没有美元强 人民币贬值的因素 市场都有些声音说 就算深港通啟动了之后 以美元或者港元计价的B股 他们的交易积极性都会必然下降 你会否看呢 其实因为深港通快要开通 所以令到那些可能投资在上海B股的人 都可能拿一些钱出来 接下来可能买回港股 我又不觉得不有关事 因为其实对于内地的民众来说 B股的市场由于认受性 又或者所涵盖的市值交易量 都非常之小 如果不是近几段 我们看到创业版的故事 香港里面有些炒作 大家又不记得香港那边的创业版 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如果用深港通的角度 我是一个A股的投资者 上海和深圳两边都有account 我其实可以透过互通走回来 不需要等深港通的 所以我又觉得不需要 因为深港通的因素 而令到B股再继续走资 怎样怎样 其实B股市场 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静止的状态 我想中正监的角度来说 它都当一个市场就是 算了吧 我们要在国际版那边 都给香港搞 这边我就放在这边算数 所以经过前一轮 B股有频频有股份 转过来H股之后 大体上大家都知道 中正监放弃了B股市场 所以今次的崩盘 相对来说 我觉得市场影响性 应该会很短暂 而大家都看着 究竟人民币的影响性 究竟会不会说近几段 因为到了某些大位 即近期的低位 而会否判断市场的情绪 就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跟刚才Harry也有说 B股昨天崩盘的时间 A股都受到它拖累 突然间美市是倒跌 要跌0.7%去收市 而港股都有人说 是受到相关的消息拖累 但又这样想 人民币贬值不是有利于北水南下 因为香港怎么也好 美元计价的资产 而且股值一定比B股好很多 是 才会有很多公司 由B转H Harry 你看人民币贬值的趋势 在应该不变的情况之下 是否说Woodsuppose 应该继续受惠 大家不会谋限量的买 无理由2万2千点 又不断买 2万4千点 难道跟你买到2万8千点 如果人民币下跌的势头是持续有利于 或者有个誘因令到这些钱 是由上面走到下面去Hedge 但问题是他们都会懂得炒作 正当本身上到2万4千点 甚至是再高点位置的时候 大家只是看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散户形态 就是直播空间 如果下跌本身 可能在香港里面 是会蝕股价的转头的话 对于他们本身走下来的原因 他Hedge不到 可能会用蝕钱离场的话 他就不会走下来 所以暂时来看 就是说港股这阵煤套 就见到北水 都曾经有一两天 试过脑底想涌进去 但是一下子被盖下来 我们试过被盖穿2万3千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都可能会空空望望 究竟港股这边 其实还有没法上去 他们是一个省户的行为居多 所以对于北水蓝调来说 我想近段时间 可能欠缺了这份支持 对于港股日后的形势 为什么我有时都会看得比较淡一点 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你刚才有提到 两道市村2万3个关 昨天最低见过22,918点 你自己的看法来 都会比较淡一点 是否都会望实2万3个关口 暂时是 对于我们刚才说外围的因素 又有点不明朗 其实我不能摸通 究竟联储局想怎样 所以我想很多资金 都在想这些因素 A股那边 如果我们说是好地地 又不是说昨天是跌的 不过跌跌跌都是3,000点 你有那些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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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上回50,000线路上 如果你说站不稳 反弹势头就可能很快地玩完 但如果站得稳 可能币家伙一点 又回到9月份的横行区间 你看到23,200至23,900的横行区间 很久了 9月至10月 我们在这里等 如果你试穿了 照道理应该走多一点 也会上百分之二 阿sir在說那些有波幅沒有升幅的東西 所以現階段來說 如果穿了50天線的話 你又走回這個上落區間 市民會好一點 如果守不到的話 向落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暫時50天線的位置是23,270點 現在還未上到的23,255點 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Harry聊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回有兩隻Online的環節 待會再見